OK,首先我们先回答一些朋友所寄来的问题 再会朋友提到尊敬的朱老师您好 我发现对自己心的觉察明锐后 会发现做很多事都会产生苦魄感 比如群里聊天,看手机,新闻 思考哲学问题这些都会让自己的心变得越来越有苦魄感 但是一方面自己知道自己在制造苦 另一方面自己又停不下来 只有当苦变得非常大时才会停下来调整 另一问题是 在网上发表评论 在群里发表个人思想与人高谈国论 会让自己自我感觉良好 我尝试过停下来 一段时间退群,不看手机 并让自己长时间聚知自己的心 这会让内心变得很平静 但也会感觉压抑 在别人面前也没有了自信 我喜欢这种平静感 但是不喜欢这种压抑感 而不自信感 请问老师这种状态短时的副作用 还是因为我修错了 补充内容 下午喝的两杯浓咖啡 随后感觉整个人又精神了很多 有一些火力水果香 是不是多巴胺和血倾诉的缘故 突然停止去做那些会让自己亢奋的事 会使多巴胺分泌减少 人就会感觉压抑 而前面提到 我知道做一些事会让自己积累苦 破感觉停不下来 大概是因为做那些事 会让自己亢奋而激活多巴胺分泌 使自我感觉良好吧 我尝试过从禅修中寻找快乐 但效果不明显 所以才想试一下咖啡 OK 好的 首先呢 你提到你在观察苦破感 我们在观察苦破感 它有一个导向 那个导向就是 让你内在是更平安的 所以你如果说 你观察苦破感 它没有使得你 更乐意于放下 那些制造出苦破感的动作 而使得你内在更省力 更平安的的话 这样的观察苦破感 那是没有效率的 所以请记得这一点 然后你会随着 你对于脱离开苦破感 制造苦破感动作的那个平安 你对它越熟练 那感觉会越来越好 你就不会有这样的压抑 而且你在这个过程里面可以加速 你的这个过度的时间 那个加速的方法就是 你要能够去看一看 你在做什么 在造成你的压抑 我们具体的这样子讲 我看到有很多的禅修者 这个我过去有讲很多次 那还是值得一再的提醒 他们的休闲 他们的运动 是很欠缺的 在一个传统的佛教的社会 在一个健康的佛教的团体里面 你可以因为很多时间 高频率的跟生团互动 你有一个寄托的地方 这样子讲 然后在这样的这个寄托地方 你有可能可以透过布施 你有可能可以透过做志工 而得到一种很朴实 但很有用的七星之所 但是这一种七星之所 在很多现代的社会 它已经不可得了 好比说我所了解的 在某些国家某些社会 你若你要找一些政治性不高的 志工的机会 可能不好找 你要能够找那种 不要有政治性的 那种志工的的话 然后最理想是 你这个志工的环境 那同时又能够 让你接触到法 传统上面 这最理想状况就是 你在生团里面 你在做义工 你在做志工 那现代的人 他如果没有那样的条件 他心情他需要寄托 他要怎么寄托 他只要透过像网路的平台 透过群组里面 发表言 都跟人家互动 这变成你寄托的对象 但是这有很多的副作用 网路的这种平台 他是一个半逆明性 你要跟一般的活生生的人 在及时的时间互动 已经是有很多问题了 然后在网路上面 很多的人 他们是更加的 不在乎自己的言论 更加的轻易的 让自己的贪嗔痴 渗透到自己的讯息里面 所以就连在宗教 在佛法的网路平台里面 很多人可能还发表 所谓的佛礼 但是里面他参查着很多的 要表现自己的 这样的动机 或是其他的杂然 不一定是这个东西 但有其他的杂然 你人与人之间互动 你越多这种 自己有可能觉察到 自己觉察不到的杂然 他就越不容易 让你产生出信心 越不容易让你在这种互动中 感到平安 所以那不是一个很理想的地方 当然然后每一个平台 每一个群组都不一样 可能有一些群组 他的主持人是特别的 好的在执行 那个好的规定 特别留意着大家的发言等等 那些当然是例外 我并不是说 所有的这些群组 都不理想的 但是很多的 这种在网路上面 互动的方法 他是不理想的 那该怎么办呢 假如你说处的社会 国家环境 他没有一个 一个好的 良善的这样生团 你可以在这里面 透过布施 透过跟修行人 频繁的互动 然后得到 依归 归属 寄托 这些情绪上面的需要 那该怎么办 一个不得已的一个方法 你可以考虑 可以实验的 一个方法 就是 因为很多禅修者 他欠缺运动 欠缺良好的娱乐 所以你看看 有没有像好的登山社 好的运动团体 好的打球的团体 好的园艺 就是 教你有机种植 教你用环保的方法 来种花种草 类似像这样的这种设法 当然这样设法 少了佛法的互动 但是 这是一个 你有可能可以 调剂身心的地方 很多人听到 就可能觉得 这个修行人 怎么要去 接近那些 不纯净 不是单纯的 佛法的环境 你在禅修 很纯熟之前 你差不多是 会需要一个 一个调剂你身心的 几种活动里面的 所以不得已 你可以考虑 这样的方法 你这边提到 喝浓咖啡 提神什么 这个都不是很理想的 很有效率的 对身心有什么 很高的提升的 效应的做法 OK 好 我们再看下一位朋友 所寄来的 主老师您好 我听您讲法 已经有两年 多一点的时间了 自从 开始听您讲法 我就什么法 也不听了 只听您讲的 这个原始佛法 两年来受益匪浅 特别您这周讲的 远离的立足点 对我有很大的启发 使我更进一步明白了 什么是我 什么是非我 应该贴近什么 远离什么 下面向 朱老师汇报一下 我的禅修 是以练习 休息 练习 歇习 为主题的 我已将近 七十 七十岁的人了 达字比较吃力 简单的向 朱老师汇报一下 我昨天下午 我昨天下晚 打坐的情况 昨天晚上 我和往常一样 做完了家务事 就开始打坐休息 心无旁视的 静静的观察着身心 我每天下晚 都静坐一小时 坐着 坐着就感觉到 我与身心 拉开了距离 感觉到这个身体 不是我 心也不是我 感受也不是我 就感觉到 我就像是 在看电影的观众一样 在着 他们 在观察着 这个身心 顿时感觉到 我跟这个身心 什么关系都没有 只有在觉知着他们 知道他们的动作 他们的状况 其他什么都没有 请问朱老师 这是不是好的状况 这里还有什么问题 还有哪些需要 加强和调整的地方 OK 好的 那我对于 这种愿意 专心的 听闻一个系统 发的朋友 感觉到 特别的有缘分 那我这种心情是 很容易被 一般人误会的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 说我们的 中派的情绪 怎么那么样的强 为什么会跟这样的人 特别感到头缘 其实不是的 往往 因为你愿意 起码在一个时间里面 你是单纯的 听一个系统 这是 一种 学习的态度 这是 古人经常有的 一种态度 然后他有很多的好处 那 我今天我想要跟你分享 就首先 这当然是好的状况 你所形容的 这个打坐间 这当然是好的状况 这个就是一个 非常具体的 在对着 乌云 修学 非我的方法 好 那我们再继续来谈 要怎么样的深入 其实有好多的点 可以强调 好 我们今天就先 强调一个点 然后 如果你感兴趣的的话 我很乐意 跟你再 多做一点交流 这个点呢 就是 你是不是你提到 身心不是我 然后有一个觉知 他在看着他们 你 看看这个觉知 他是如此的贴近 然后这个觉知的本质 他是全然不被动作 所动摇的 就有时候 多花一点注意力 去留意到 那个觉知 他的本身是如此的敬意安详 假如你这个观察过程 你发现 没有啊 我这个觉知 他有注意力的动作 等等等等 他不是那么精益安详 那你要知道说 那个不安详的部分 那个在动荡的部分 那还是你觉知发现到的 那还是身心 五蕴的一个部分 那还不是觉知 所以就是 你还有机会 可以再后退 你有机会 那么再超然 再松开 再放下 放到后来 那个不能放的 那个最贴近你 那个你一点距离都没有 你就是他的 那个全然不会被任何动作所动摇的 他是一个 你不用 你不用透过注意力 你不用透过造作 他就是这个样子的 去看到他的如然性 去看到他自己一个 你不用用功 那个心他的质地就是这样子 透过这样子 让你越来越熟悉觉知 让你越来越明白 那个觉知 他的最真实 最底层 最贴近你的 那个 就是涅槃 然后 那 这个部分 如果感兴趣的话 在此 我们可以再多做讨论 OK好 我们再看 下一位朋友 所寄来的 听到老师开始了感恩 老师虽然我没有相关的体验 但非常相信佛法的真实 困惑是当人起念头时 的的确确感受到念头是在脑袋里飘过 而不是在手上飘过 让手去起 这个念头 手不会 心是无有方锁的 但为何其心动念后 心念被觉察的地方 还是感觉在脑子里 OK好的 就我没有把你整个问题 念完了 那 因为 这个是接续着你 上个星期 有提过的问题 那就是说 心是不是在脑子里 或者说念头 他是不是在脑子里面出现的 你现在 觉知里面 首先你呈现出 我有一个脑袋 脑袋在这里 然后你再说 脑袋里面 我感受到念头 你在做什么 你首先 先要构建出 你的躯体 你躯体不同的部位 它的方锁 那这个方锁里面 它有不同的念头 是的 在触感上 底底确确的感觉上 那个触感 你说啊 这个触感 它的那个 那个储观的经验的 呈现的方式 就感觉好像在脑袋里 可是这个 你说 它在脑袋里的这个位置 这个还是 是经验的质地 还是 在心里面想出来的 所以我们并不是在否定 说啊 你的主观经验里面 假如说蚊子 钉了你的脚 脚趾头 脚趾头在痒 那个痒 它是发生的脚趾头 是的 我们一点都没有在否定 这个 并不是跟你讲说 你被蚊子咬了 然后这个痒 它是无有方锁 所以这个痒 它可以是 明明是咬在脚趾头上 可是它却无有方锁 那不是我们要表达的意思 而是说 你甚至你在想说 你有脑袋 这样的一个经验 脑袋在这 脑袋方指 你看看这是发生在哪里 这个 它是发生在一个 跟你一点距离都没有的地方 这是一个讲不出 它在什么位置的地方 也就是说 你现在讲的念头 它发生在脑袋里 这已经是一个 second order questioning 这个中文实在是 我也不知道 要怎么样准确的翻译 就是说 那已经是 想里面在出现的想 真正在那个 起心动念的 那一瞬间 在那个 你连 我有脑袋 这个念头 都还没有 成形 的 那一瞬间 那个起心动念 它是无有方锁的 然后呢 你后来 你又问 说 在同一时间 人只能起个念头吗 据说 一刹那念头 有九百生命 是否这些念头 都无法重合一次 只能起个 OK 最好不要相信 人家讲这种话 首先你 你 一个刹那 有 四十个生命 九百个生命 八万四千个生命 这个就好像是那个 物理学家 他们 每一代的物理学家 都推翻 前一代的 说 你们认为的最小的 例子 底下还有更小的例子 然后这种 要喜欢去辩论 一刹那念头里面 到底有几个生命 一刹那是多久 人是不是只能一次 起一个念头 这就是阿皮塔摩 最爱 最爱玩的游戏 部派之间 最爱玩的游戏 当然 有可能 他们一开始讲 这个话的那个 场景 他有可能有教学的价值 但是这个教学的价值 在我们当今 这个场景已经 不管用了 已经不受用了 阿皮塔摩 他是在某一个场景 尝试对佛法的一个诠释 然后这个诠释 他可能 一个层次上 他有用的地方 一个层次上 他不止没有用 而且他是会 产生误导的 产生障碍的 所以不必要去 相信说 你根据 哪一个部派的 阿皮塔摩 他们说 一个念头 只有四十个生命 另外部派去讲说 一个念头 有九百个生命 谁对谁错 我们有做一个 非常简单的 一个思想实验 请问你要怎么样算 一个念头 有九百个生命 假如 你能够算数 你能够算数 的那些 都是念头 那 那已经是你能够使用的 计算的最小单位 你怎么还有能力 能够看到说 那个念头 里面还有四十个生命 有九百个生命 是不是 所以 对这种东西 就是 对很多这种 佛教里面 流传的东西 我们如果有检测的话 知道说 他的文化背景 那历史背景 到底是什么 有一些就是 姑且听诗 有一些甚至可以 完全不用提 不用去理会的 OK 好 在下一位朋友 第一个问题 主要是按照您的教导 经常把曾经造成 苦破场景 在心里重复 发现依然不太能 平静面对 依然会有困惑 矛盾等心情 虽然说实际生活中 远离这些人 失误 让心情很平静 但是我担心 自己实际 并没有内心不认同 不参与的能力 还是说 本来很多事 只要接近 就会有苦破 唯一的方法就是 OK 当然不是说 唯一的方法 就是深远离 首先我们这个远离 要有两种 一种深远离 一种心远离 心远离是究竟 深远离是不究竟 所以你必须要先 懂得这样的区分 然后你如果只是 一味的深远离 你没有去 顾虑 心的远离 那么那个深远离 它很有可能是 一种逃避 逃避一个问题 你可以 说我跑到一个 道场里面 跑到一个残修中心 你没有 我深远离 然后你会发现到 在那个道场里面 仍然有人事纠纷 或者在那个道场里面 有其他的问题 或者是说 你从那个道场 离开了 又回到 你平常的家庭 工作处境 你问题又 跑出来了 然后呢 你这边讲说 我以前跟你讲 要把造成苦不破 场景的心理冲突 那是误会了 这里面有很多的 淡株 这里面有很多 附加条件 首先 我用这样的一个 例子来说明 假设说 你特别的怕蛇 你一想到蛇 你就是毛骨悚然 然后那个 含毛倒立 然后 人就很不舒服 你很恐慌 那我不会叫你说 你就是一天 那晚想着蛇 然后在心里面重复 然后你要去面对它 不会是 只是用这样的方法 而是说 如果 如果你 我们假设说 你看到真的蛇 你是非常的恐慌 你恐慌到 你的禅修的技巧 大部分都没有办法使用 你整个人就是已经是 可以说是被那个恐惧感 我们姑且讲 都被击溃 那你 不适合 在那种场景中 去尝试克服你的恐惧的 但你得怎么样 你得退一步 你说好 真的蛇 不敢去面对 那么我敢不敢 这个 跟他保持很远的距离 这样面对 可能还是不敢 远远看他 你还是觉得恶心 你还是觉得很恐慌 你的禅修的技巧 还是可能用不到30% 用不到50% 好 那你就再退 再退要怎么退 再退就 你能不能看书本上 图片上面 图像上 不是真的蛇 网路上面的蛇的照片 然后你发现 你这个禅修技巧 可能可以用得了七成 可是还是有 让你不舒服的地方 你不太愿意面对 你没有办法 多花很多时间 去做这个技巧 那你可以再退一步 你连那个彩色的那个图片 那个照片 都不要看 你是看那个人家 要用画图的 用那个 可能用毛笔画 用铅笔画的手 甚至连那个你都还不行 就你们 只是在心里面 想到那个字 好 然后你退 退到一个 你可以接受 你的禅修技巧 你可以使用得上 使用得上 就是你自己心里面 觉得 可以哦 这个是我能够接受 我的程度的恐惧 我能够看得到 如何用平舌化解它 如何的像 透过放松自己的身体 好比说调节 我的呼吸的韵律 好比说去留意着 我的神经系统上面的抵抗 然后开始能够面对 好 熟悉熟悉熟悉 你再进一步 可能原本只是看 铅笔画的舌的像 后来现在进入到 能够看 图片的像 类似像这样的进程 所以懂得 这种善巧 懂得循序坚持 不要在 修行里面 给自己制造出 无谓的冲突 在修行里面 比如说 跟自己的欲望搏斗 然后产生出 天魔交战的 那个状况 那是不理想 那很多时候是不得已 很多人他没有更高 我没有办法治好这样子 但是我们要知道 如何是调节 没有必要的冲突感 所以让你能够修行 那是 你很多时候你是 有那种健康的成就感 有那种 用得上 有这种 不断的帮助自己 趋入 导向 平静 满足 的状态 OK 好 第二个问题 我自己对上面的问题 想出一个对策 有些事情造成的苦 我只是大脑的一种 条件反射 不用当真 就让泡泡自然的碎掉 就好 我的对策是正确的吗 OK 这不是 正确不正确的问题 这个是 够不够精细 够不够有效率 的问题 你当然可以用这样的方法 然后这样的方法 它是一种 透过想 也就是透过一种 你对于环境 你对于境界的诠释 来改变你跟它的 互动的关系 这种方法 我们过去也讲很多 这种透过想的调节 来改变你跟境界的互动 那只是呢 你今天用的这个比喻 你这边用的案例 你这边用的具体的想的内容 严格来讲 它不是一个很高明的 想的内容 首先你如果是大脑的一种条件 反射 这里面就是应该就是带着一种 唯物论的假设 这里面太多的是 自我催眠 好的想 半巧的想 它有一个特质 那个特质就是 你越去从现象学的角度 也就是说你越去检验你的经验的质地 你越发现它真的是怎么样子 为什么空无边处想 事无边处想 无所有处想 非想非非想 它是很好的想 因为你越去检验你的经验的质地 你越发现了 哎呀 这个 它不是想象的 它真的 经验质地 它具备这些特质 只是我过去忽略了 那么你这样这个想呢 你要怎么样把它调整呢 你可以譬如说调整 你只是看它主观质地上 它是像泡泡一样 自然的碎掉 你不用再加什么大脑的一种条件反射 它的呈现方法就是泡泡的自然的声调 你可以先用这样的想 然后请记得用想的方法 用这种调整诠释 来改变自己跟境界互动 它有一个向上一拙 那向上一拙就是 你要观察它的效果 所以你能够继续的把你的想 细致化 把它精致化 把它调节到 它会产生出更大的效果 然后你需要花更少的力气 那个方向 这在佛教书里叫诸行坚持之行 OK好 我们再看下一位朋友 尊敬的主要是您好 我的心大部分时间 安住于觉知 独处 清安无作中 您的珍贵的开示 让我有了清晰的目标 也会经常检查自己的修行盲点 请教几个问题 一 阿难在五百大罗汉 第一次劫及前夜才在 投靠向枕头的一瞬间 正如阿罗汉境界 请问阿罗汉境界 不能通过诸行剑刺 只其随到取成的方式达到的吗 必须通过刻意有强度的坐禅 才能体正涅槃吗 OK OK 我们禅修的时候呢 有某一些时刻 你会能量特别的充沛 你会愿意用勇士的方法来禅修 禅修的时候会遇到这样 或者你可以善用这样的时机 像猛虎出山一样的 然后你在那样的那时机 往往可以得到突破 在这样的时机里面 你往往会发现到你是有进步的 但是这种方式 它的一个局限性在于 它不容易马拉松式的维持 所以你除了这种刻意有强度的坐禅之外 你必须要知道 你日常生活当中 坐禅的主轴是通往 什么是审理的 什么样是允许一种 我们姑且这样讲说 你的心的自然的绝招力来takeover 然后这种 阿难他投靠向枕头 一瞬间正如阿罗汉警戒 我现在不是要跟你讲说 这故事真的 这故事假的 我不从这样角度 因为这个角度 难验证 我也不觉得说 它是真的或假的 对我们修行上 有什么特别大的帮助 特别大的坏处 但是我可以跟你讲 我的成长的经验 我是去经历很多的 禅修的团体 然后在那禅修团体 听到很多的故事 然后这些故事 讲的是非常的玄妙 非常的动人 很有戏剧型 可是我一去跟当事人验证 当事人说 我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比如说 我遇到过好多那种 坊间流传 在这个团体 好多人都要流传 这个事情 他们说 某某某 我们的同修 哪一个人 他什么什么 发生什么什么事 然后去跟那位 当事人一求证 发现到那流传的故事 跟当事人所叙说的 非常大的距离 甚至截然不同 人的想象力 是很丰富的 然后有的人 他不是要刻意说谎 而是信仰的关系 或者是他的 其他的那种心理机制 所以宗教的团体里面 会流传很多 类似像这样的故事 成熟的禅修者 他会去检测 什么样的讯息 对禅修有帮助 什么样的讯息 没有什么直接帮助 他就是姑且听 他也不必要刻意的 要去否定 不必要刻意的 要除非他是有害的讯息 好 第二 你继续问到 佛陀入灭时是 依次按照四禅八定的顺序 最后再四禅入灭 这是如何得知 阿罗汉都是在四禅入灭的吗 我刚刚跟你回答的 那个方式 同样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然后你这边问的 是很有批判精神 是的 这是如何得知的 那个写佛经人 又不是佛陀本人 佛陀如果从四禅入灭 他就入灭 哪里有机会再出来 再复活一下 再跟你讲 然后我刚刚是四禅入灭的 好 如果根据这个佛经的 这个传统的传说 出禅二禅三禅四禅禅 进入四空顶 再从四空顶下来 之后回到四禅 他才入灭 佛经人有这样的传说 但是传说 它不是普及于所有的不派的 佛教的这种传说 它是不一样的 然后为什么这个传说 它有当时的情境的用意 好比说它特别要标榜 四禅的重要性 那再次我的重点 不是在跟你讲 这个故事是假的 或者这个故事是真的 对我来讲 这种人世间的故事 是真的假的 它不是很重要的 那你又问说 阿罗汉都是在四禅入灭 我们都不要说 一概而论的回答 光是你从常识上面 从理论上面判断 假如有一道阿罗汉 他是不熟悉四禅的 他的那个七星之说 特别的是跟出禅相应 比较少是跟四禅相应 那你认为他一定要在四禅入灭吗 OK好 第三个问题 我虽然明白十二元起 但不喜欢在 禅坐实用元起法则 去区别 去区分 观察 标签那些动作压力 总觉得能觉知 观察这些现象的 几面就是足够的 也很少去做为患理想 总感觉这样太做作 太用力 请老师指责 OK好的 我一方面同意你的讲法 另外一方面是有淡书的 有附加条件 同意你的讲法 就是说 你如果你是要生硬的 十二元起 一个一个的去区分 去观察 去标签 在你的生活里面 去看说 这个是十二元起 哪一个元起 这很累的 而且有时候是很造作的 而且很多时候是 它的重复性太高了 像那个 举例来讲 十二元起 里面名色 它里面 名色应该理论上 就要包含形跟式了 形跟式都是名色的一个部分 那为什么另外要再画出 形跟式 以前我们对于十二元起 它的历史上 演变的过程 有好一些琢磨了 所以我不会 盲目的依循着 佛教界的传统里面 说讲到十二元起 依着是十二个观 那它一定是按照 这样的次序 那一定就是那十二个 它不一定是这个样子 往往一个禅修者 它光是懂得观几个观见 光是观无明原起 那就 那就很够 光是观 这个 行如何原始 光是观 这个 这个兽 它如何 原爱 原取 如果你真的在 那个 一个质量的质量 你很受用 它其实已经包含了 整个十二元起的 逻辑都在里面 所以你是可以 不要那么复杂的 不要这样一个一个 这样去观察 然后你这边讲说 你很少去观未患 我这边有个诞书了 就是你如果你观几面 然后你 不知不觉中 你没有刻意的要去观未患 可是你却 实际上就好像是有关到未患 那这样是可以的 这是什么意思 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有个禅修者 他说 我就是不断的在观苦泊 它的 极跟灭 那 这样子够不够 你有可能 你不断在观苦的 极跟灭 你同时灭 在让 七觉知 它个别个别 都在满足 好比说你在观 苦的极跟灭的时候 你的喜觉知 也是满足的 你对于 这个法 的信心 它 让你对于 这个议题 很感兴趣 它让你 进行着 这种观察的时候 你是 高兴的 满足的 感兴趣的 感觉这是有意义的 你是由衷的 在执行它的 那么这样可以的 你没有刻意的 要去培养喜 可是你 在不自觉的状况之下 你已经满足了 那个条件 极灭 也是这个样子 你观极灭 你如果你看不到 它的未患 那有什么用呢 那有什么用呢 你如果看不到 它未患 你怎么可能会产生离 你如果没有离 你对极灭 你怎么能够解脱呢 你光是知道极灭 可是你的心 没有对到 厌离 你光是知道极灭 然后你看不到 你的心 它怎么样 对这个极跟灭 它的趋 也就是它趋近 它这是它胃 对那个胃 那个吸引力 它的患 看到它的有限性 它的苦魄性 所以你是远离的 你有那个远离的 基本的趋向 那光是观极灭 怎么够呢 然后再一次 再反过头来说 你有可能在 观极灭过程 你就已经满足 不自觉的状况 满足了 未患离的条件 那这样是可以的 那你要怎么知道 有没有满足 一个是自我检查 另外一个是 继续互动 继续跟 有这方面经验的人 讨论 所以可以透过互动 里面去了解 你有没有照顾到 那个部分 还是你疏忽了 那个部分 OK好 最后一位 寄来问题的朋友 尊敬的朱老师 您好 我今天看了 正变成老师翻译的 长老记 长老尼记 两个问题想请教您 感恩您的词被解答 问题如下 一在三十记记 记忆里 第七十一位 长老尼 说的 第三九五记 好个美苏巴 对眼 无所恋 欧出一只眼 递给二少年 朱老师相信 苏巴 长老尼当场 欧出眼珠子吗 二 还有第 三九八记 是 苏巴 离二少 去离佛陀祖 佛祖发慈悲 十眼 富如初 朱老师 您相信佛陀 以慈悲 之力是 苏巴 长老尼的眼睛 复旧如初吗 OK 好的 我们先从这样一个背景来回答 我们若纯粹用考据的角度 因为姑且不讨论什么 这个 其他的角度 怎么样来阅读这个经典 我们纯粹用考据的角度 最古老最古老的经典 他是 没有这些复杂的故事的情境 他是一些很简单的禅修的口诀 然后基本上呢 你越是复杂越是戏剧化的情境 他是越后来所加进去 然后佛法里面他所说的神通 佛法讲神通 其实 有相对应经验的人就知道 他不是什么那么 那么神奇的东西 所谓神通 首先他 他不会违背 世间的自然的物理的法则的 所以你神通在高 你没有办法让一个 断掉手臂的人 能够再长出手臂来 好 你有可能 你的神通会使得你 特别的容易 感受到别人的信念 你可能因为神通的关系 你对于潜意识里面的记忆 有一些记忆 它很明显不是这辈子的记忆 你特别感受到有那些驱破力的存在 然后这个驱破力它不是从你这辈子得来的 所以你说有没有一种神通 它可以违背物理的法则 然后让我挖掉的眼睛又神奇的长出来 首先我不相信 我从来没有遇到骨胎 那我也不觉得说 你相信这个 我有任何的义务 或者有任何的驱使力 要去说服你 你不要去相信这个 我觉得这个东西跟修行没有什么关联 然后修行它是不需要建立在 你对于这种超常的神迹上面的认识 佛法里面 他讲了很多这种超出世间常识的 像我们讲轮回 转世 它是建立在 它不是建立在说 你使用神通 然后就看到有没有过去 那个都不可靠的 那个都不可靠 你的神通到最后 你就发现到 它有它很大的局限性 你有天眼通 你有宿命 你会发现它有很大的局限性 然后它很容易会被你的心理世界 寄转所扭曲 所以 不是一般的人想象的那个样子 然后佛法讲的 轮回等等 它是建立在更真切的东西 更真切 更初始的体验上 它不是建立在像做梦 神通的内容 都有禅修者而已 它像做梦一样 虚幻不是 可是你对于那个心 它的那个超越时间的指定 那种它是在境界以外的 那是最真切的 OK好 这些是朋友们所寄来的问题 对于现场的同修们 大家没有任何的问题或心得 老师你好 你好 谢谢老师 好久没有跟老师交流了 是 但是这段时间 我感觉我每天都跟老师在一起了 那个原因是因为 因为我觉得我每天都在试图接近真理 就试图去探索那个真理 是因为这个我才觉得跟朱老师在一起 我不是一个那个个人崇拜者 我觉得我自动认为我是一个法行者 对 谢谢 我跟你也是有同感 谢谢你 随着修行 我现在越来越冒出两个问题 然后我想有两个问题 我需要跟老师交流一下 因为我有对这个东西 我有一个有一点觉知 但是我不是特别确定 其中一个觉知是关于道德的问题 你看 重要事情看 我们从小我们都以前我们都认为说道德还有修养教养 还有好的人品品格 我们误以为它是自我要去建构的架构的一个东西 或者是通过学习努力而达成的一个东西 然后我现在对这种东西已经产生了怀疑了 我现在慢慢的觉得那个教养道德 它不是跟我们的个人性能格性其实没有关系 其实没有多大的关系 本质上没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没有本质的关系 我觉得那个道德和那个教养它是来自于我们的心的最底层的那个不死之心的那个质地 只是我们的个人性捕捉到了 它通过我们的个人性去完成那个宇宙的底层它的质地 我会我会把把这样的表达法把它稍微做调整 然后它它并不是说它是那个不死之心的质地 而是说是一个五蕴 它在高度的归顺了这个不死之心之后 它流露出来的那个行为模式是那个样子的 不死之心它是超越这些动作的 但是如果那个归顺了这个不死境 这个涅槃境的五蕴 它流露出来就是好比说它是与世无政的 它是可以是 譬如说面对强权的时候它是没有恐惧的 面对威胁的时候它是没有恐惧的 面对诱惑的时候它是如如不动的 类似这样子 是是是 我对就是朱老师的那个意思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表达了 确实是朱老师的那个意思 然后现在好像我就没有那种道德的 或者是我要通过努力达成那种教养 很高的教养的那种责任 因为我发现就像朱老师说的 我们只要随顺于那个底层的那个 不死之心 然后那不止那个宇宙深处自然会展现出它的品质 而我们的那个人只是他如实的观察到了而已 我们我们也观察到了他的那个 他只是透过我们个人的自我来实现这种品质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道德的行业 不是我们个人架构 如果我们用个人心去架构的话 它是非常脆弱的 它会崩 它是一种传疑的 它可能随时可能会崩塌 对 是的 这是一个很好的理解 这个是为什么就连中国的古人都讲说随心所欲不欲举 他也是有慢慢在类似提到了这方面的经验的 实际上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 说我们在布施 不管你进行的是财布施 金钱上面物资上面布施 或法布施 佛法解脱教育上面布施 或者无谓布施 给予人心理上面的慰藉 去除恐惧 这个帮助人们走出心理障碍 这种无谓的布施 不管你进行的是什么样布施 你为什么能够不执着 你为什么会没有存有那个作者 的观念 没有带着成就感 他不是因为说你刻意的要去抹除那个成就感 他不是因为说你刻意的要去悲屈自己 让你自己变得很卑微 他不是这样子 他是直接的看到 本来就没有作者 直接的看到说 所有事件的现象都是被你扛起来 你被认 你把他认定说 那是你的 那是你的 都是透过这样子的连接 你才会产生出这些观念来的 没有真正的拥有者 没有真正的作者 所以你自然而然就没有那些观念 然后旁边的人 他知道你有这种心情 他可能会觉得 哇 怎么那么这么圣洁 怎么那么高的道德 可是 你自己心里知道 这是无为 这是跟我是无关的 人家称赞 称赞的是他心里面的影像 跟你是无关 人家批评 批评是心里影像 跟你自己是无关 那那样的道德 它是无为的 你没有刻意的 在要强制自己 去服从一些规则 不是这个样子 它是因为你归顺了自由 你归顺了解脱 你自然而然就 你就是处在休息的状态 是 所以我最近 老师有这种心情 这种心情是什么 他不是说 我突然获得了 什么一些好的品质 不是 我没有这种 没有这种拥有感 或者要窃取 窃取感 没有这种感觉 然后这种惊喜 他的感觉好像是惊叹 哇 那个宇宙原来是这样运行的 他的品质原来是这样的 就是有一种这样的感觉 然后 就是没有那种窃取感 这是我的 我的品质 我看我 我效应多好 需要多好 有时候发现 这个跟你压根没有半毛钱关系 只是宇宙透过你来实验 你只是观察到了而已 如果从一个更广大的角度 我有时候在更广大的 因为我爱哲学思考 如果从一个更广的一个范围来看 其实 也不是你观察到了 你那个自我 也只不过是宇宙 宇宙发展出来的东西而已 这个想 这个想是很好的想 它还可以 那我们都可以一直在考虑 让它更精致 那更精致的方法 就去看到 其实也不是说 宇宙是一回事 然后你这个观赏宇宙的人 是另外一回事 这个宇宙发生的事情 是跟你一点距离都没有的 这里面没有在区分说 宇宙在演一个戏给你看 让你在那边惊奇 让你在那个地方欣赏 它不是 它是一个如此贴近完整的 所以从某种意义来说 是宇宙自己在观察自己 而不是你在观察自己 那是一个不得已 我们勉强这样子形容 反正总而言之 那个心情就是怎么样 那个心情就是 它里面也没有说 我在崇拜上帝 我要崇拜宇宙 我在心上 不是 它就是一个 寂然的 平安的 没有欲望的 完全就是 完全处在家里面的状态 那就更安静了 是不是 这样想又比起说 我看到这个宇宙 透过我 你还可以再更细致 我并不是说 你那样的想不对 你刚刚形容那样想 那是有很好的一个角度 那样的想 它会产生出 它很容易产生出 具体的身心上有些效应 但还可以 我们可以再更努力 朝向更彻底的无欲 更彻底的离开慢的那种想 我明白老师的话 就是因为还有一个问题 因为我现在是在学校教书 然后我特别关注那个学习的事情 不单单是学生的学习 还有自己的学习 因为学校对那个老师 置身的学习 是要求非常严格的 我现在对学习 有一种这样的感觉了 学习其实也跟我们没有关系 你想想看那种 就比如说逻辑分析 然后推理 这种推理的过程 它完全是宇宙 自己在觉知里面完成的 跟你没有关系 但是如果我们的自我感 要去参与那个过程 那我们学习就会受限 很多学生 很多学生为什么 为什么那个 我感觉学习他们好像 他不是不努力 但是我是感觉他们受限了 因为受限而导致 因为他的自我感太强了 导致导致学习的问题 有时候我在想 我自己在学习的时候 这个东西 当然学习效率是比较好的 我感觉这种学习效率好 跟我没有关系 真的跟自己没有关系 只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宇宙在学 只是宇宙透过你的能格性 来协助完成 那个学习的过程 我们的个人是协助完成 如果我们个人 如果随顺到 那个宇宙的底层的话 其实学习 它没有难 也没有无难无益了 好像有一种无难无益的感觉 这个我们还要再加上 像宇宙这些言词 那个当然是 我们在一个阶段上面 我们也有多加了这些本体论详 那是可能是无法避免的 然后我们禅修者就是说 你把你的想弄得越来越干净 一个干净的方法就是只留意动作 不必要另外再给它附加这些标准 它是宇宙 当然我自己我在演讲的时候 我自己在讲课的时候 有时候用这些词 我又不得已了 为了说明方面 那我相信你也是这样子 我们留意到有这种不得已 然后我们让我们内在的观察 它是更干净的 只是在现象学上 只是在看那个动作 这样就好了 然后你形容的这些就是 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观察诸法飞我 这七五点 真的你如果能够对一切在发生的动作 一切在发生的现象 你不要对它产生出战有欲来 不要把它变成说 这是我的成就 我的反应就是我的成就 那是一个越来越情景 越来越舒畅 越来越轻松 越来越平安 是 就是朱老师 就是我有一个这样的感受 我是通过实验 去辨别出了这个感受 如果我们 自我的心没有位格化的话 就是我们随顺了 这个点不好讲 它是一个没有位格化的那个点 如果我们的心处在这个没有位格化的点 我们心里真的没有恐惧 没有恐惧 然后恐惧 是我有刻意去做实验 当然我能够做得到这一点 我故意脱离这个点 那 其实是能格性被起主导了 能格性起主导了 然后恐惧 骄傲 这些东西就会来 然后我们再回去那个点 我们会发现说 其实你是不需要骄傲的 然后会发现说 原来谦虚是宇宙底层的底色 就那个谦虚 它不需要骄傲 那么宁静 其实宁静里面好像有谦虚的那种特质样的 它好像是一个钻石的多面样的 是的 我可以理解 你要表达这些都是 要表达 很好的体会 然后我们就是 这个 接受这个佛经里面给我们的建议 用七年的历练的时间 在那个细微的地方 看一看 看看说 是不是我们真的跟恐惧不相应 不断不断历练 你就算 假设说你这个历练 你发现到说 其实你还有漫长路可以走 都没有关系 因为你光是有你现在这个体会 有这样领悟 你这非常棒了 那就是一个 一个入道的一个契机 就是在这个地方 谢谢朱老师的鼓励 就是另外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因为有很多学生 因为我教的是理科的 有很多学生都认为说 他私下找到我说 他很想选择理科 但是他觉得好难好难 但是据我观察了 他的那个 就是有些学生 其实他的学习态度 还有那个努力的程度 其实不欠缺的 但是我知道他在哪里 我觉得他是在这个点出了问题 但是我不可能去讲这个点 因为这个点 第一我没有能力讲明白 第二我也是在那个 还在那个进步的那个道路上 但是我是通过一种这样的方法 我觉得朱老师看对不对 我就是我尽量用世俗的方法 说你要放松 放松不要太紧张 然后学习 就是学习不要太内卷 然后你越内卷的话 你的智商会降低 不要焦虑 我只能去这样去 疏导那些学生 这个在大原则的大方向上 都是很好的建议的 然后我们就是你只要你是 不断的是以这种慈悲 真诚的方式跟人家应对着 你的观察力会越来越强的 你就越来越发现 这里面还有什么微调的地方 你就不是只是说一成不变的 只是守着一个 某一种教会的方法 那时候就可能有变通 那时候可能就 这个因材失教 这种能力 它就慢慢的我就会出现 自然而然的 好的好的 太感谢老师了 谢谢你 谢谢朱老师 好 老师你好 你好 老师我今天想要分享在 很休学上的一些心得跟体会 是 就是在修行新念著的过程呢 会更加留意 尤其是更具体 更明显的 留意到说话的态度 说话的方式 跟说话的内容 就是在回忆过往的时候 在说话过程中 会有很多的 想要表现自己 夸耀自己 甚至一点吹牛 那也可能会在一些 在没有全盘了解的情况之下 就提前乱下结论 乱做不及 特别是 自己身处顺境的时候 可能还会口不遮掩 对 那从就在回忆的过程中 发现 哇 有好多的 浴滩啊 好多的 我慢 好多的不安全感 那就觉得 再继续这样 下去的话 如果不做改变 将来一定会有很多的过患 对 那知道这些之后 自己也会更加的去 谨言盛行 特别是可能在对异性的相处上 可能明明知道说什么话 会更加吸引人 会更加幽默 更加诽谐 可能会比较不正经 但是现在就完全不会想要去说了 就减少了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分享 我对于这种用功的方式很赞叹 然后 但是 不妨碍我们诽谐的 不妨碍说我们 这个 把我们的这种 轻松的 愉快的心情 跟人家分享 然后 我们这样的分享 我们如果 是用 比较高的层次 这种 频率 跟人家互动 你很容易会 假设说你是一个选择 要过再家人生活 要 找寻伴侣的人的话 你容易会 找到一个高品质的伴侣 然后这种高品质的伴侣 不要小看 他对你声明影响 他有非常大的影响 如果说你的 你长久的这个伴侣 他是一个 会被你的那些 好的特质所吸引的 那表示说他内在 有相类似的好的特质 然后这样的人 他对于你以后未来 你的各方面的幸福 你的安全的财富 基本上都会有正面的 有足够人生经验的人 就知道 一个人的人生的伴侣 他是 他甚至是可以 把你大半辈子摧毁掉的 让你变得很贫穷 让你变得很自卑 让你变得很不快乐 让你健康严重的受损 所以我们能够 选择像你刚刚讲的 这种方式 然后你可能你 短时间之内 你不一定会成为 是那种最受欢迎的人 最受人家瞩目的人 那个 那个美光灯 照射下的那个 那个邪心 那个笑心 那个笑将 可是 长久下来 你的名声 别人对你的看法 别人对你信任度 各方面的 都会对你有好处的 了解 就是在寻找伴侣上 这件事情 因为可能这些人生经验 或是看的一些长辈的 一些相处模式上 其实对这件事情 是非常的保守 或是警戒的 对 这是很好的态度 宁可这样子 那在 谨言盛行的同时 也因为 自己讲的少了 那听的多了 所以就更能去 倾听他人 解他人 是的 是的 真好 谢谢老师 那会觉得 很多的人 包括我自己 都在 用着 有限的知识 经验 视野 去尝试了解这个世界 去散发 去适应这个社会 对 所以你实在不忍心 或者是不应该去 全盘的否定 每一个人 对 那我不晓得 这样是不是算是 培养词心 对 这种 这种 你能够 不忘下断论 然后对别人的讲法 都有一个 giving the benefit of the doubt 姑且听听看 虚心的 这是很好的态度 然后 有这种 能力的人 这样知道说 我宁可少讲 我不是真的叫你说 你要百分之百 就少讲话 但是在 无从选择下 我宁愿谨慎一点 然后少讲话一点 然后多 认真一点 观察 什么样是正确的回应 怎么样是倾听 别人对我有用的地方 你光是掌握这些 对于自己的 那个官会 就有很大的帮助 很多人他同样 不同的禅修者 他同样 说在观察 他的内心 为什么很多禅修者 他很短的时间之间 他有大的突破 关键就在这些基础上面 你有没有这些基础 你有没有惭愧心 对于自己的动作 对着起心动念 你是有戒圣警局 你对佛陀所讲的 你要是你没有照护好你的心 你像在跟毒蛇睡觉 你对这句话 你有没有认同感 如果你有认同 然后依着这样的教会 在生活的人的话 他要往内再观 他很容易的 谢谢老师 那想询问 就是我现在这个 修学的过程中 有没有哪个环节 是比较多余的 哪个步骤 是比较累赘的 你可以在 这个过程里面看 是不是能够再 更轻松一点 我们刚讲的这些 谨言盛行什么 他听起来很严肃 他是个很重要的话题 可是我们在执行上面 我们能够 内在提醒我们的方法 是比较少是教条化的训诫 而是更多的是那种 感受到那种 里外如一 他的轻松 他的舒服 你不用去 对不同的人 扮演不同的角色 要维持不同版本的谎言 得那种辛苦 去体验到的好处 所以你人变得轻松 也就是说往那个 随心所欲不欲举的方向 在 你一方面是小心的 可是你不要让这小心里 有那种 令自己窒息 令自己失去掉了 情趣 兴趣 的那个危险 了解 好 谢谢老师 OK 还有第二个问题 好 就是因为过去有学习一些儒家的经验 特别是论语 那之前听老师说 人能红到非到红人 就感觉很亲切 所以想要询问老师 在世间法的范畴 在儒家的思想或是经典的学习上 对佛法是否有注意呢 有太多的淡书了 有太多的可视了 不容易说得完 光是儒家这个学问 就不容易说得完 是不是 对 那我的建议是 你不一定要听我的建议 我的建议就是说 有更单刀直入的方法 我以前我是 我受到了一些大圣佛教观念 觉得说 菩萨应学多文 应该精通这个英明 然后所以就 儒家东西也去读 道家东西也去读 这样子 但是回过头来 我会觉得说 很多都是 不需要这样子的 嗯 嗯 大乐器 谢谢老师 谢谢你 你的课程之后 在思考上 行为上去 咬上都很显著的提升 谢谢你的分享品 老师你好 你好 我想问老师 我最近这两个星期 我就练了一下 那个空无边 还有 事无边 还有无所有 这三个 然后还有无作 无怨 不动 解脱门 老师那怎么这个 都感觉这个解脱门 四空定是指的 空无边 空无边 事无边 和无所有 还非想非非想 那我感觉 我觉得好像我 我练习无作 无怨 不动 对我来说 好像 更容易 弃入那种 没有念头的 可以的 可以直接这样的过 你不必要太在乎 传统上面讲说 四禅八定 九次地定 八次地定 一定是按照这个次地 这种次地的这种观念 它是阿比达摩成立之后 才开始出现这样的观念 在最古老的佛教的教法里面 这些解脱门 这些空定 它是很dynamic 很open ended 它只是对于圣者 他的心境 不同的特质的一些描述而已 所以你可以放怀的去实验 实验的过程 你若开始发现 哪有幻散 哪有不扎实的地方 再回过头来检查 有哪一些基础 是需要增强的 要不然在实验过程 不必要给你自己设限 不要想说 我连空无边处都没有弄好 我怎么妄想 说要跳到无座 不必要这样子想 你若你跟无座相应 你若跟不动相应 直接你就是好好的认真 那样去做 去看说 如何的把你那个自我认同感 转移到 认同你内在 那个无作无相无怨 他的这个本质 直接去认同 这个 就看到 如果你真的要把什么东西 称为是自己 把他当成自己 你应该要把这些东西 当做是自己 而不是把五蕴现象 当做是自己 明白老师说的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思考了一下 这个意识 这个意识呢 它就是可以 就是有时间向和空间向 那么我们呢 这个我们这个 我们其实 为什么我们自己觉得 好像有过去 有将来 还有我在这儿 别人 那个世界是外面 这是个我 我之间是 外面是一个世界 我这个有我 和有空间的感觉 是因为我们这个注意力 就放错地方了 然后呢 其实我们不知道 这个意识 这个 这个意识是非我的 然后我们不知道 有一个不动的 心有一个不动的维度 所以 如果迷失在意识里头呢 就是在跟五蕴 纠结在一起了 我觉得是不是就是 我们这个心 有一个不动的维度 他没有知道 而且平常我们 觉得有个时间 有空间的感觉是 他不 他不只是这样子了 你看那个佛经典 他有一句话说 这个众生 他是怎么样 他是喜阿赖耶 乐阿赖耶 阿赖耶 就是意识的 同意词 那么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喜阿赖耶 乐阿赖 他对于这种 在时间中 俊留的态势 我是一个有什么什么过去的人 我扛着这过去的包袱 我以后要变成什么什么什么 这种活动状态 他是喜乐的 他是寄托在这里的 你若你看透了这一点 你的心会安静 你会不跟过去交涉 你会 你甚至连这种心要不断的 俊留到未来某个状态 这种态势 一点都不甘心去 完全跟他割舍开来 你就发现到 意识不是我 然后你会大自由 你会发现到 你不是意识 然后你会忽然之间 发现到 本来就是安静的 那我觉得是 不是因为我想大自由 所以我就把它意识到 不是这样子 你把想大自由 是不得已的 一个残修的一个方法 就是说 我们一般的人 我们的自我认同 他很强 你能够注意力 他有一种回舍的惯性 有一种 这个哲学上面叫 reflectivity 他有一种回舍 他自己知道 他自己在干什么 的这种关系 你如果一开始要跳到说 什么都不是 什么我都没有 你很难做到这一点 所以你一开始的时候 你必须要回舍 你就好 最底层 你能够依规的 你能够贴近的 立足的是什么 我就 我是无作 我是无愿 类似像这样的 你这个不是只是念而已 不是只是心里面 这样把这个当作咒语讲 而是你要把那个 你平常 自我认同的 那个动作 把它转移到 无作 无愿 等等 转到空上面来 这个是很关键 你要是能够精准的 这样子做 精准的 知道 平常你在认同 无运的 那种注意力 那种认同的动作 把它转到 像空 你可以在很短的时间 真的有大的突破 很短的时间 你要看到 那所有的慢 通通都是 都是骗人的 都是骗局 它真的是无明 制造出来的 那老师 我觉得 我可以放在 那个觉知上面 就是说 有过去 有将来 我想象了那些事情 或者是 觉知 本身没有过去将来的 对不对 那个过去将来 是发生在觉知里面的 对对 但是我就是想 我在想 那我 我怎么样 就是说 我在想 一个意识 它意识死掉 就把意识弄死 就是不要 意识灭掉 其实你那个不死之心 它自然就 就成 就是更明显的 呈现出来 原来那个不死之心 可能是被那个无名啊 什么的意识 压住了 所以那个 没有呈现出来 如果 对 你这边一开始的时候 那个死掉的意思 你就说 对他一点都不感兴趣 你不断去留意着 那个当你对他感兴趣的 那个活动 当你流入到 这种 啊 我是一个 我在时间之流 漂流的 你经常留意到 你在做这个动作 啊 这个是 你那个无名的注意力 他又钻进 钻进这个现象 钻进到那个事实 他又在吃这个事实 你留意着这个 然后留意了 你就马上有距离感 马上就有这种超越 然后不参与 对他不感兴趣 就是做这样的练习 那那个感觉 你姑且要形容 就是好像意识被瓦解 好像阿赖 好像阿赖也被瓦解 你会发现到你所有 你过去 你所认定的 你是谁 你过去是谁 你未来要变成是谁 你知道你在时间之流 这样不断流动的 这个态势 他只是一个frame 他只是一个mental frame 一个心理 架测出来的框架 这个框架是透过你 不断不断的用力 不断不断的抓取 不断不断的跟进阶互动 在维系着的 你对他不感兴趣了 你对他不用力 你不这样继续坚持下去 他自然他就无以为继了 剩下来是什么 剩下来就是一个 深不可测的平安的觉知 然后这觉知 你说他没有意思了 你要把他叫觉知 也有点奇怪 你不能说他是觉知了 他没有一个发射的地方 没有一个降落的地方 对 对对对 他也没有 就是那种没有的 啥都没有 然后你说他真的要讲 因为很实意 他什么都是 你跟记忆界 又没有任何的违和 那老师这个跟事物边 我就想跟事物边连在一起 和我理解的事物边 就是说我来解决 我的这个盖障的问题上 我用在事物边 我用事物边 比如说我想什么事 就是事物边 对对对 我想跟这个结合在一起 怎么弄 就是你刚刚所形容的 你不断的 你产生出一个盖障 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有个妄念产生了 同一般人面对妄念 是怎么样 你几乎你是会对那个 妄念的内容 马上起个反应 可能不太感兴趣 就无聊 所以就不理会他 可能你对他很感兴趣 你就钻进去 这妄念就变成两个妄念 变成十个 变成一百个 他会滚雪球 他会有这个戏论效应 可是呢 你如果你的七生之处 你的立足之处 是 这个是意识的一个质地 这是意识的一个呈现 所以你的注意力 是放在你的感觉 这个念头生年 他这个意识的质地 你的注意力 不是钻进他的内容 你不是被 譬如说里面浴滩的东西 所吸引 这就是立足之地了 这个就是你的戒毒 戒毒度假 对啊 对 那就是在这个质地上 在这个感觉的质地上 然后这个质地 你可以 你可以 把它精致化的 譬如说 在事无边处 一个精致化的方法 它是无边无际的 你的这个意识的这个质地 它有没有局限 有人要讲说 它局限在脑袋里面 你看看 真的是这样吗 还是说 它找不到有边际的 你的注意力 不管是注意到 多么遥远 你透过哈勃望远镜 天文望远镜 看到那个银河的 那个身处去 还是在这里 还是就是意识的质地 对意识的质地 他像是那个孙悟空 他怎么样翻 他怎么样的那个金斗云翻 翻到他以为说 他到了天涯海角 结果他在如来 佛的守藏心里面 那个就是奇事而来 那就是你怎么样翻 你就是 就是在意识 就是在这个 跟你一点距离都没有 你探索他没有边际 你就会怎么样 他产生出来很多效果 其中一个效果就是 你在做这个事无边际的时候 事无边的时候 你不会有无聊感 你不是被封锁在哪一个地方 不是的 你是在辽阔无边的 他无尽的变化 所有一切可能变化 通通都在这里而已 那那老师 我记得以前我问过您 就是看 比如看花 你就一开始比较激动看 就后来您说 你可以看 就是说事无边 那样的话 可以让人心比较安静一些 对 就是不会那么激动 就是是吗 看见这个东西 也就是事无边 也可以从事无边这个视角 这个滤镜 去看任何的境界 然后你看看 它产生出来 效果是不一样 你如果你是 你 我们在 我们在跟一个 认为的美丽的人类 在约会的时候 你是用 事无边的视角 看待它 嗯 它 我们为什么会对一个人类 有情欲 因为它是一个 在你之外 的一个东西 所以你才能够跟它互动 你可以把它拥有 你能够征服它 你能够攫取 能够获得它 可是如果它现在 你发现它是发生在 跟你一点距离都没有的 质地上面 那它对于你的行为的模式 产生出来的效果是什么 你马上就会观察得到 然后这可以精致化 这个稳定它 一开始的时候 你只是一个取角的一个调整 可是 你一旦掌握了这个角度之后 你开始在日常生活里面 高度的稳定 你不断不断绵密的 从这样的这个角度来看所有的境界 这样就很比较 我觉得心比较 我看得感觉 老师您这说 我感觉心比较宁静 就没有那种波澜起伏的状态 好像就比较平静的 是这样想 我发现这个佛法就是要如理作义 真的是 要不如理作义 就想到别出去了 对这个如理作义非常重要 看你怎么想 找一个你能够相应的一个七星之所 有的人他可以安住在慈心当中 用慈心面对所有境界 那也很好的 你也可以修行 那也可以礼遇的 有礼遇的可能性的 有的人他可以待在空无边 有的人他可以待在事无边 要掌握到他的逻辑 那就是一个你的立足处 你在这个地方在戒毒 你在这个地方在重新审视着 你跟境界的关系 都可以的 很多可以用的 那我慈心对我来说挺好的 我觉得我有慈心 好像就比较 就很 比较顺 好像就做得比较好 好的 谢谢老师 还有问题到时候 下次再问吧 下次吧 下次 然后我也看到挺有举手 但因为时间的关系 真不好意思 挺经常让你 每一次都是延时 下一回 如果你 还有问题 然后你乐意分享 的话 我们互相提醒 我们尽量让你优先 好 那我们今天就 时间到此为止 希望所有的与会者 祝师平安 我们下回再会 下一次 再次